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人民的生活离不开防疫二字 随身携带酒精 次氯酸水等消毒用品也成为日常 但其实次氯酸水不适合用在人体 最常使用的75%酒精也对肌肤有一定的刺激性 像我自己的小朋友就是 小朋友用了酒精之后呢 回来手是红的 然后是剧烈的 那时候就让我注意到说 我们应该要选择更好的东西来防疫 而且是物理性不是化学性的 我自己的包包里头一定都会放成一瓶纳粒水 以前我可能放的是酒精 但现在就不是把它换过来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更安全 然后更有帮助更有效 纳米离子水借由专利技术将水解离 留下高浓度氢氧根离子 去跟细菌病毒上的氢离子结合 进而破坏结构和功能 达到抑菌消毒效果 那大家知道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流感 也会有所谓的这个肠病毒 在这个之前 我们就已经委托了非常多的实验室 来做了相当多的这些检测 所以包括流感病毒的AB型 包括肠病毒 然后克萨奇病毒这些 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抑制病毒的这个效果 面对新冠肺炎 纳米离子水帮得上忙吗 知名生技公司总经理黄庆超表示 目前正在积极研究 纳米离子水对Delta变种病毒株是否有效 如果实验测试成功 将来有望将纳米离子水实际运用在医疗院所 协助抗议 病毒传播不只借由人体 环境 医物都可能成为传播途径 除了随身抑制或居家消毒之外 纳米离子水也可用在企业 校园等公共场域 洪化这种纳米离子水 洪化的方式 呈现到环境各个角落 所以让一些病人都健康 环境不健康 人类就不健康 如果人类不健康 就是我们可能把病菌传染到环境当中 你就会传染给其他人 所以人类不健康 环境就不健康 所以环境的清洁也很重要 宪明者董事长也呼吁 避免病毒威胁 并非靠单一方法就能奏效 需靠各种管道及每个人共同合作 有点到线 线到面 共同建立起防疫守护圈 记者赖新平采访报道